哈喽兄弟姐妹们 又是新的一天 又是淹的一天 今天还是没有出太阳 本来是打算继续骑行或者去双廊的 但是今天还是淹天 所以决定就来逛古城 一条街上全都是烧烤啊饭馆啊 感觉都是同志化经证 就不能干点别的店 可能也想不干别 你说除了干吃的 干民宿还能干点啥卖衣服 现在就算走入了东门了 正式进入古城 我想上城墙上去看看 但我不是怎么上啊 这边可以上去 太好了这边可以上 上来了 城楼上的景观就是这样的 这团有啥都看不见了 这不叫儿海门吗 但是儿海呢 没啥看头 本来耗费了我这大胖身子登上去 还好不高 看不到啥 说是儿海门 我都没看到儿海在哪儿 我看到苍山了 可能是我第一次来不太了解 可能是我打开的方式有所错误 说是古城 又到现在 我感觉就是像一条商业街 那种古香古色古朴的那种传统东西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说实话跟喜洲相比 感觉喜洲就挺商业化的 但是跟喜洲相比这儿 喜洲就是一个古古的寸落 现在就算正式进入古城了 应该来说 刚才是允许机动车的 现在这一块就是不允许机动车的 在这里 感觉终于还有一点古城的样子了 突然觉得有点饿 但是刚才那铁锅街上全是吃的 也没吃 烤耳块 其实挺想吃的 但是这个大 卖烤耳块 这个大也看着 不对演员 感觉就不像做的好吃 所以我要去再找一家对演员的奶吃 这里居然还有麦当劳 我要是在古城里吃的麦当劳 是不是太脆薄了 不远吧 里来到大理古城吃顿麦当劳 好喝 这有一家不是好吃不好吃 就它了 不管演员不演员了 烧耳块 大爷说这个好吃 我先尝尝这个 人家带蒸饭吃了 再加回来吃带蒸饭了 一会儿里面也好吃 待会儿我再买 我先吃一个这个 大耳不够我再买 这个里面 这个是水 好 大耳我来尝尝 我先吃一个 烤耳块还是什么 它有咸的有甜的 我要甜的 吃起来就像我们家乡烙的老味月饼一样 也得有那种玫瑰的 玫瑰和红糖的味道 感觉就是吃一个果儿碎的糖饼了 对我来说倒是不难吃 但是你说让我再吃一回 可能我不会再吃了 我感觉我吃的不太正宗 我看到网上的烤耳块 都是加油条啊 加香茬啊 但我吃为什么只有加着红糖 跟花生碎 这是为什么 我发现云南这边垃圾车 都是有当地明月的 我已经跟着这个垃圾车走了一道 它跟我顺路哎 这道受不了了 我刚刚跟它走了一道 最后我绝对还是超过它吧 古城里还有一个中学 感觉天天在景区里上学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体验 垃圾车又来了 为什么我走不到哪 它跟到哪 天主教堂 咱们去看一看 在这边 到天主教堂了 是一座白族建筑的天主教堂 这样天主教堂 估计全世界也是独一份 咱们进去看一看 一进来右手边就是一个壁画 这个壁画很明显 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 这是什么 这是出埃及界还是什么 里面特别安静 然后你进去就感觉一下就严肃瘦了起来 问大家信不信这些宗教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咱们必须对宗教会有一颗敬畏的心 这是一个旧物交换锁 可以把不用的东西放在这里头 把你想觉得可以拿走的拿走 但是我看了看 确实没啥能用的东西 如果您连续七天不使用塑料袋 就可以送你一个小折纸 一人一个自取 你有空的话可以帮忙折一个 你看我不会啊 感觉已经废弃了 好久没有人来给我拿东西了 想法是真好 有想法 大理床单场艺术区 感觉我来的时候已经收摊了 小人飞 太有想法了 这居然还有派盐的 这居然还有派盐的 我一个老外在这教学 真洋气啊 很多老外都喜欢留在大理 好的 看看价格倒是不贵 一小时六十元 五个人以上的话就一个人三十 还有鞋子出租 还是挺便宜的倒是不贵 还是挺便宜的 不贵 不贵 还心灵 都在这一年里 穿什么呆养啊 去哪里 小羊口不害羞透 这设定真不错 买点东西 都太易俗了 果实是什么 应该不会有 从书店出来了 这书店还挺有趣的 各种西西国类的小玩意 挺有特色的 大家来的话 可以来这儿看一看 就在床埋厂的二楼 然后我也买点小东西 感觉老板挺有想法的 买了一个他们的粘贴 木板画的粘贴 然后还有他们书店的冰箱贴 这是我今天最大消费 45块 其实买这个感觉 就是对老板的一种支持 竟然有个性 有自己想法书店越多越好 不能让他倒闭 也要支持一下 杨人街进去逛一逛 逛了那么久 感觉是有点失望的 说实话真不如西周五 真的跟人感觉好 好凶 感觉没有啥 好清静的晚上 不说应该很热闹吗 虐险失望 想找家人好吃的或者好喝的 现在还真没有 没有太想吃或者太想喝的 小龙叔叔说 杨人街很值得一逛这就完了 啥都没有 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 或者我错过了什么吗 糟了 是我误会他们了 他们说杨人街只有晚上才会更热闹一些 然后我看有什么市集什么的 现在什么都没看到 还有人说正确的打开方式是10点以后 来人民路去转会很有意思 现在才6点吧 我决定不可能等到11点去看了 说实话是挺失望的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想象是那种背靠沧山面朝而海 那种存浦的乡土的那种城镇 但是完全不是 实际太商业化了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 路那么一圈 没有太让我惊喜的地方 太少太少了 想再去留一小会儿 就撤了 有机会再来看11点以后的真正的大地古城吧 这家人还挺多 很不错 这家什么店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去月球 你好 一个人可以坐吗 坐不了 咱们要排队 要排队 要排多久 半个小时 用哪个号吗 你以为人有好看 你以为人有好看 我刚还纠结吃不吃 结果人还需要排队呢 排会儿吧 排会儿吧 感觉挺好吃的样子 感觉披萨好吃的样子 刚才大众点评了一下 发现这家还是网红店 人气特别火 我刚才就看见这个家的氛围挺好的 然后吃人也挺多就想吃 没想到还真是一家很火的店 东西倒是不贵 一个披萨几十块钱 一个汉堡几十块钱 一共点饮料一百多块钱 还可以 气泡水来了 感觉里面有酸奶 还有荔枝 加上气泡水 还有一点点薄荷的味道 水好喝的 25块钱 不贵 起码在古城在这儿 属于不贵的东西了 汉堡来了 还挺大 怪不得店员跟我说 一个汉堡 一个pizza就高了 还有点薄荷菜 行开动 点大的汉堡 他家的面包烤着好脆 比很多五星级的酒店都要用心 好吃的 起码它这个面饼 它这个汉堡坯子烤得绝了 就是太大了 拿着有点费劲 还是得切 切还不好喝 妈妈跟你讲 你先出去看看 哪位 用心的汉堡就是这样的 就是用心的才会好喝 这比很多那种 星级酒店的职工的 大多多的还要好喝 你摆喝一个汉堡 这才50多了吧 你如果来吃的话 可以多带这个朋友 这样的话 你可以多尝试几个菜 我一个人只在吃饭那么多 太爽了 黑椒凝肉薄饼来了 说是薄饼其实就是披萨 看着就不错 你们先找一口 原汁原味好吃 我觉得他们家的炉子已经很厉害 这薄饼烤得好脆好酥 这薄饼跟刚才盼堡披子的口感绝了 虽然脆 但是它不会硬 你看还是软的 恰到好处 现在还真是吃对了 其实平时一个人来吃的话 点一二分钟就够了 一个主食完全够吃饭 他们好多别的 虽然也还很热 下次还有人来吃一下 吃爽了 心情感觉都变好了 也没有什么事 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说明古镇没白来 最后的美食完美了 不然感觉今天来的有点亏 这家真棒 明天见了 明天希望来个晴天吧 明天拜拜